以国家安全的名义,美方计划对芯片、量子计算、机器人、AI等14个前沿科技类别,进行严厉的出口管制。 尽管没有点名,但很多西方媒体都认为这其实是简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 日媒说得很透彻,任何威胁在美国保住地位,德国家都会遭到打压。 这并没有什么好稀奇的,在日本经济泡沫达到定点的1990年,美国人普遍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主要敌人就是日本。 为了在金融、汽车、电子等方面守住世界第一,美国简直不择手段,事态的酝酿在1987年就露出了苗头。 为了抗议日本向前苏联出口闲进机床,美国议员以一种极端的作法,制造了东芝事件。 而日邦在1989年收购,美利坚之魂洛克贝勒中心的举动,更加激起美方强烈的情绪。 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炸裂,美国人终于庆幸没有败给债权者。 而今,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份的演讲里声称,会阻止某国掠夺技术,将以最坚决的姿态来应对。 这与美方1990年的表态如出一辙,而且已经超过了1990年时产生的焦虑感。 这次美国几乎是凝聚了所有意志,来打击最大竞争对手。 对福建进华采取限制出口措施,就是最新的手段之一。 美方看到进华即将实现DRAM芯片的量产,但由于发达国家粉碎机的现象,蔓延到芯片领域,因此下了狠手。 韩方对此感到兴奋和庆幸。 韩国半导体方面的核心企业SK集团在11月12日宣布,已经研发成功了第二代10纳米机微系加工技术,很快就能投入量产。 该产品堪称全球最先进的硬件。 而三星已经在2017年11月,将同类产品投入量产。 韩方认为,尽管大陆在半导体研发方面的投入力度很大,而且对韩国产生了威胁。 但受益于美方的措施,大陆的发展步伐将被迫放缓。 如今中韩在这方面的差距是4年左右,韩国半导体企业可以暂时放下些来,稳钻暴力。 韩国三星、SK海利是美国和美光科技之三家公司掌控DRAM芯片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,全世界市场95%的份额。 而仅仅在2017年,DRAM芯片每比特价格就暴涨近50%,2018年延续了这种不正常的趋势。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,2018年4月,这几家公司因为和蒙操纵价格,而在美国遭到集体起诉。 故意推高芯片价格的行为,耸害了众多电子产品畅商的利益。 很多制造商的利润稀薄,而美韩芯片公司的做法,等于将他们推向绝路。 在这个问题上,已经不是你有狼狼棒,我有天灵干,而是你有张良济,我有过强梯,无论是三星、SK海利是还是美光,都无法离开最重要的市场。 毕竟他们销售额的40%,33%和51%都来自大陆。 近期,针对三星、SK海利是美光科技的调查,取得突破性进展,大量违反正常竞争的政治浮出水面。 据媒体报道,世界芯片最大的消费国开始施压,如果操纵价格被实锤,那么这三个公司或将被罚75亿美元,之所以有这样的胆气。 恐怕是因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年,要进口2000亿美元的芯片,想要市场,就要拿出诚意。 压力山大的是韩国方面,半导体产业占气全部出口的二成左右,也是顺差的主要来源。 而三星的主要利润,也来自于内存芯片。 如果韩方拒绝降价和在华设立更多元金工厂,恐怕将无法依靠大规模量产进行蓄能,相当于自断手臂,以市场对抗新方的垄断与压迫,以庞大的经济体量,作为靠断争取更合理,的分工与产业升级路径,似乎是当下可以使用的反击手段之一。 通过向全球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快速增长之后,越来越多的产品变得先进,这是西方所不能容忍的。 如果说从1978年至今的40年,是在一路经济中获得了几个良机,那么从今而后就是彻彻底底的养工,没有任何借力之处,现实很残酷,未来很光明,只有冒着剑语向前冲。 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